百岁老人徐胜久 他唱的这支山歌 讲述的是九十年前 官田兵工厂的情景 他是当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官田兵工厂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 具有一定规模的兵工厂 那时是1931年 这个兵工厂不但能修理枪炮 还能制造步枪 子弹 尤其自行研制的马尾弹 是红军当时仅有的重武器 他们有力地支持了红军的反围角斗争 从被俘厂到印刷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建设 是从军需和军工生产开始的 要中国的民族独立 有巩固的保障 就必须工业化 通过工业化 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 这里是一片古老的盐湖群 曾经是闪干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建立的盐厂 王世强祖辈三代 都是盐湖附近的农民 他的爷爷当年就曾经帮八路军 三五九旅打过盐 到时来都是三五九旅 就在我们这一块大盐 就在那个药杂里头 前面挖个井 就在那住持 谁还晓得闲 就那么结果 1940年 为了缓解边区经济压力 八路军三五九旅四支队 两千多人进驻定边 开造出175孔土窑洞 他们铺草为虫 雷土为灶 没日没夜地打盐 近1941年 定边延长的产盐量 就超过了七十万多 为边区换回了药品 钢铁 纸张等大量急需物资 它曾被誉为边区的命脉 中央第一财政 这就是我们控制的一个大族商品 拳头残 所以我们把盐叫战略物资 换取我们必要的东西 就靠盐打开 鸭肚子打个手尖鸭 1941年 党中央在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征荣的革命岁月里 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积聚着工业化的力量 夯住中国工业化的基石 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 恢复生产的第一座大型钢铁厂 在很多条路上都能忘记那些高卢群 总有言 总是忘 田丽是安刚的退休工人 喜欢用诗歌描绘这些高卢群 他的爷爷是安刚的第一批建设者 对钢花的赞美源于中国人长久以来对钢铁的渴望 安刚现在是一座工业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现代化钢城 而我们很难想象 当年因为战争的摧毁 他曾只是一片废墟 1948年11月2日 东北全境解放 仅过了一个多月 党中央就做出了迅速恢复安刚生产的重要决定 一位外国专家曾断言 要恢复安刚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时间 现在你们一无所有谈何容易 这里只能种高粱 但越是困难 越能激发中国人的斗志 工人和技术人员被重新召集回到安刚 当地的老百姓也踊跃现交了二十多万件的设备及零部件 就这样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安刚就生产出了第一炉钢水 此时距离共和国成立 还有半年的时间 这是一五十七建设的一座自动化高炉 八号高炉 1953年 中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 构建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在一五计划的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建设项目里 第一个就是安刚 当年全国各地有七万人来到这里 张一哲工作的车间 是当年生产新中国第一根十二点五米重轨的地方 今天厂房里正在为全球时速最高的高速铁路生产铁轨 每根重轨有一百多米长 生产功力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而这都源于当年打下的基础 一条一条 这些重重黄横 一百多米的焦焦绰绰的钢轨 刚刚冷却 已经没有了他们的指纹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 安刚的年产钢就达到了二百九十多万吨 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钢产量的近二十倍 那时有了钢 我们才铺救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自行制造了第一架飞机 生产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 驾起第一座长江大桥 现在安刚已建成了绿色海上钢铁城 这是热脚的出口 算得我闹 对 热脚出口 李心灵他们正在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 这是中国唯一一条五米五宽的中后版生产线 攻坚 克南 中国钢铁正在向更高质量 更全种类发展 中国人我觉得还是很有一个信念 就是战胜困难 其实这些精神是潜移默化着影响着每个影 如今的中国 不仅是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大国 也是第一消费大国 这条钢铁之路折射出中国的工业化选择 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 建立独立完整的大国工业体系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 实现复兴的智慧和决心 今年九十岁的周守瑜出生在上海 而洛阳成了他离不开的故乡 1955年大学一毕业 周守瑜和其他同学 服从国家分配来到了洛阳 来的时候一共有六个同学 有的在宽舍场 有的在走用场 我是在拖拉机场 他门口建设了一条泥路 这地方全部都没有的 洛阳胜利路 一字排开有七家一五十七布局的大型工厂 洛阳第一拖拉机场就是其中的一家 这是中国第一条拖拉机生产线 新中国成立之初 要保证五亿多人能够吃饱饭 就必须改变人做牛耕的农业生产方式 可那时中国还没有能力生产农业机械 中央政府硬挤出四亿多元 从国外进口了2.8万台拖拉机 但这对中国八十多万个村庄来说 无疑是杯水车薪 1954年 中国第一家大型拖拉机厂 开始在洛阳兴建 1957年底厂房建好时 设备没能从苏联如期运来 可他们必须要在一年后 生产出第一台拖拉机来 未敢工期 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 所有工人每天持住在厂房里 在那个没有专门设备 但有万能工人的艰苦岁月里 第一拖拉机厂的工人们 终于迎来了中国自己制造的 第一台拖拉机 那一天是1958年的7月20日 一起诞生的还有它响亮的名字 东方红 从这一天起 东方红拖拉机耕耘着广袤的田野 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 二十多年里他们完成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耕作任务 如今中国最先进的大马力轮式托拉机 这里每两分半钟就能下限一台 每天可生产两百多台 中国用全球不到百分之九的耕地 养活了世界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这背后离不开工业化提供的强大支撑 天翻地覆了 现在技术水平也提高了 自己也能够设计的 我今年九十岁了吧 感到没有白活 四九岁接班进的 在这工作了二十六年 我父亲就说 隔大小店他不如我 要隔大一强的时候 我真不如他 田海健是洛阳中信重工的装配能手 他所在的企业 今天生产各种重型装备 过去这里叫洛阳矿山机器厂 也是一五十七 一百五十六个项目之一 田师傅正在装配一台提升机的主轴 这是企业最早的一个装配车间 六十多年前 焦玉璐就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九年 并担任车间主任 他们排除万难 制造完成了中国第一台 直径2.5米双桶提升机 提升机是一种大型的矿山机器 新中国成立之初 因为缺少开采设备 煤的年产量仅有三千二百四十三万吨 而煤炭在国家能源结构中 占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所以我们就必须拥有大型的矿山机器 徐魁璃曾是一位华侨 抗美元朝时期 一家人从朝鲜回到中国 而后在1956年的秋天 徐魁璃来到了洛阳 今天的一金工车间还原了第一批建设者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当年为了攻克技术难题 工人们夜以继日地守在机床行 熟悉机器产品上的上千个零件 为了尽快完成第一台提升机 工人们甚至一起写下决心书 我们都写个决心书 表达自己的坚决完成这个任务 可不得好多困难 想起来也挺坚决的 经过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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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六点钟 二十多辆卡车前往一百多公里外的警场 这是为大庆油田钻井队搬运物资的搬家队 哪有油田 大庆打到哪儿 我们车队就是搬家就走到哪儿 我用了十年的努力来到表达队 我是08年队伍分配到钻井 那个时候就知道02队 1202钻井队是首支年钻井十万米的钻井队曾被命名为永不卷刃的尖刀 今天赵建伟他们即将开打一口新井 开钻日期就定在了两天之后 当年正是在这片土地上 打响了那场战天斗地为祖国献石油的大会战 1960年 四万多名解放军官兵石油职工科研人员 从全国各地来到松辽平原 新中国成立时 全国石油粘产量仅12万吨 没有石油 我们的飞机 坦克 打炮 还不如一根烧火棍 一场石油大会战 就此拉开序幕 到了这个队以后呢 除了二十多个东北的小伙子以外 都是来自南方各地的老师傅们 都说到各地的方言 不仔细听 根本听不懂 但是呢 他们的执着信念 都是先往一处行就往一处行 当年 于崇学和几百名工友 坐了五天的货车 从甘肃玉门来到大庆 同来的 还有后来被誉为铁人的王金喜 当时我们这些人说了 就是干活就是什么样板 你又到家拿出来 这个部队啊 打脱灰啊 你明明知道那子弹往那省上打 你敢不通风呢 就这样 我们自己鼻子睡觉 用条件也想 我条件 从头条件也想 就这样 一群蒸蒸铁头的中国人 在东北的冰天雪地 硬是用肩膀 将六十多吨重的钻机 矗立在了松辽平原 用双手端出了五十多吨的钻井用水 宁肯少活二十年 拼命也要拿下打油田的铁人精神 从此向撤全国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 第一列车原油运出了油钱 1960年6月1日上午8点45分 第一趟载有600吨原油的列车 从萨尔图火车站始发 由此 国家急需的工业血液 开始从这里源源不断的运出 报告队长 开钻前 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是否开钻 请指示 可以开钻 收到 开钻 今天又是一口新井开钻的日子 当年石油会战结束时 大庆油田已打进1178口 生产原油439.3万人 老一辈那个时候 就那么艰巨的条件下 他能够取得那么多的诚意 所以说我们正得发奋努力 新闻安全宣示 一切事故 别可避免标准操作 新闻 如今 数万石油工人 依然在松辽平原 6000多平方公里的油田里 不知疲倦 不舍咒应 曾经的荒原 长出了世界著名的石油和化工城 每天 满载汽柴油的列车 都从大庆出发 驶往全国各地 这里是1962年 针对大庆油田的发现 国家专门建设的一座炼油厂 当年大庆开发出来的石油 被比喻为金灿灿的道路 但要做成香喷喷的米饭 还需要更先进的石油炼化技术 1965年 中国研发了五项新的工艺技术 被称为石油炼化工业的五朵金花 是哪台换热器 清理是哪台 最重要的就是硫化催化裂化技术 可以把大庆原油中的重制辣油 转化为质量比较高的起柴油 解决了燃煤之急 这五套生产装置 赶上了世界的鲜艺学 整个这一期二期工程 全部是我们自己制造 我们自己建设 东北松辽平原上 珍藏着中国人的一段记忆 留下了几代人的芳华 他们是中国工业的拓荒者 能源是基础 更是保障 中国的能源生产总量 在新中国建立后增长了158倍 为经济增长 民生幸福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千岛湖 世界上拥有最多岛屿的湖泊 湖海穿行 水面之上 1078个翠岛 其实 这是一片因修建水电站 蓝续而形成的岛屿器官 汪代新 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者 在他的童年记忆里 家家户户 晚上点的都是蜡烛和煤油灯 今天是2021年4月22日 汪代新让儿子 一定带他去看一看新安江水电站 因为这一天 是首台机组运行61周年的日子 1956年 新安江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的电力基本是火电 而全年人均用电量只有9000瓦时 仅相当于现代家庭几个小时的用电量 在缺少工程机械的情况下 中国人硬是用不到四年的时间 就实现了新安江水电站第一台机组的投产发电 这是新中国第一座自己设计 自制设备 自行施工的大型水力发电站 在15世纪的重大项目中 仅电力项目就有24个 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是中国电力工业一步步成长的动力 金沙江流域 运藏了中国17%的水能资源 当年新安江建设的同时 也曾对这里进行过勘探 但一直未能得到开发 埃赫滩 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 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 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达到百万千瓦 一台发电机组的重量相当于一座埃菲尔铁塔 16台机组一天的发电量 可以满足5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 2021年6月28日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未来它将与长江及金沙江上下游 另外几座大型水电站一起 构成一条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 今天中国发电装机容量 从1949年的185万千瓦 已经增长了一千多倍 中国的电力装备 已经形成了从发电 输便电到配用电 完整的产业体系 这就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魅力 曾经的18岁青年 如今变成离不开花境的人 关于工厂的往事 却清晰地记得许多细节 回看来时的路 一间间厂房 一座座工厂 都曾经是一代代人的青春 在那里闪耀着光芒 九层之台起于雷土 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中国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体系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可谓艰苦 但却帮助这个民族 驱散百年屈辱的阴影 淬炼出民族的自信与尊严 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 这些积淀已久的工业精神 将在更广阔的舞台上 释放出巨大动能 我们的黄牙洞战胜 在太行山启程 我们穿着红色的基因 为民族更强盛 全凭一把突错刀 太行山上出英豪 黄牙洞 这个由巴陆军副总参谋长左权 亲自选定的峡谷深处 1940年8月1日 诞生了人民兵工研制的 第一支制式步枪 八一式马步枪 生产枪管的钢材 来自日军运输线上的铁轨 枪托是就地取材的核桃 今天中国的工业水平早已今非昔比 经历过屈辱年代的中国 似乎更清楚 没有工业 便没有巩固的国防 便没有人民的福利 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而成就中国工业的 从来就不是充足的资金 优厚的条件 而是自立自强 这里是号称中国核动力工程的摇篮 代号909 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动力的研发基地 1965年开始 他们很多人告别妻儿 只身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深山 他们的任务就是研制核动力装置 医生令下 整个一个单位坐的闷贯车 地上铺声报纸 都走了好几天 一个信念 做惊天动地的事 做隐信埋名的人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是人类工业制造领域 最尖端最复杂的装备之一 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 就是一张白纸 这里是中国最早的陆地核动力反应堆 退休之前 张建国一直在这里从事反应堆的退役工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 这里发出了中国第一堵核电 70年建成的 从那边的半洋湖到这边的半洋湖 堆舱就坐落在这个位置 全部是我们国家自己研制的 外国有封锁 什么资料都没有 在核潜艇下水前 先建一个环境条件一模一样的陆上反应堆 进行模拟试验 解决核潜艇上的所有设备 仪表 系统管路 电缆的合理布置和精确定位问题 当年 陆上模式堆是否能建成并稳定运行 直接决定了核潜艇能否建造出来 有困难就叫大力协同 所以我们当时比方说 这一个燃料原件方方面面 十一个单位 最后把它攻破 现在大家来到了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 401长征一号停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 退役后停放在青岛的海军博物馆 上万个控制阀门 四万多个零部件 上千种材料 全都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 今天 回望那段历史 似乎更能看清那一份艰辛 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工业的步步前行中 他们未必都是人人皆知的英雄 但却永远留在了 中国工业抹不去的记忆之中 在弗拉尔基这座三十米高的大型车间里 王雪松正在指挥刚出炉的大型钢柄 送入眼前的巨型水牙机 这是水电汽轮机上的大型转子 这一辈子就在这打铁嘛 就属于铁匠嘛 而现代铁匠挥舞的是一把万吨级的大铁锤 五层楼搞的巨大机器 发出的低银冲击而出 巨大的压针 将体积比一辆汽车还大的火红钢定 像揉面一样不紧不慢地锻造 这台设备最大的压力超过一万吨 你想让它变上什么型都可以用它来做 你想让它压多少 它就让它压多少 重型断压设备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象征 离开这样的巨型机 就无法造出重大装备 更谈不上工业化 今天是毕东芬和方瑞龙夫妇结婚六十周年纪念日 甜不甜 再来一点点 他们两人一起参与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台 一万两千五百吨的水压机 也因为这台水压机而结缘相伴 当时全是一群年轻人吧 老公认识也就有解放前毕业的一两个 他是那个1250灯那个模型啊 有五个姑娘做这个 当时叫五朵金花嘛 他就是他这个组长又是他 叫五十六十五百里 跟汤 2001 有五一百里的水压机 有一八千千年龙夫妇 有三千年龙夫妇 有五十六十六环夫妇 有三千年龙夫妇 某 儿子 断上一百里斯 也有第二千年龙夫妇 这一千年龙夫妇 是 我们这一千年龙夫妇 是啊 闻 你们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2年 这台不易四十年的庞然大物突然出现了故障 对于正在转型升级的中国工业来说 不能没有万吨锻造设备 一众决定制造更高级别的水压机 再造一个巨型水压机 绝非简单放大复制 立柱形状是全新的 水压系统是全新的 控制系统更是全新的 要不上水压机 2006年12月30日 一万五千吨水压机试车成功 被称为超级大历史的它 几个小时就可以把重大六百吨的钢铃 像活面一样锻造成各种形状 今天一万两千五百吨的水压机 也在修复后重返战场 两台万吨级的水压机 在同一个车间并肩作战 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 千万吨炼油厂的加轻反应器 中国一半的大型管件 都出自这个车间 不仅是万吨自由缎水压机 今天的中国已经可以自行设计 制造大型磨缎油压机 万吨挤压机等多种成型装备 具备了大型缎件的综合制造能力 这是世界上压制力最大的 八万吨磨缎机 正在锻造的是 C919大飞机主起落架的外桶 我国万吨以上的磨缎压机 已经超过十台 为中国制造 锻造更加强劲的未来 而这种超越 不仅仅简单的数字上的超越 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工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体现 只有这样一代一代的不断地努力下去 我们的工业才能够持续地去进步 今天 中国工业所发生的变化 的确不仅仅是数字上的超越 从高端锻造到基础材料 每一样都离不开几代人的积累 2011年 谢延岁接到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为国产大飞机C919研制机翼材料 机翼需要一种特别的铝合金 它被称为世界王牌合金 不仅强度高 韧性强 重量轻 而且还要保证杂质过程 不能出现断裂 合金化程度越高 它就越容易裂 你想要三米 它可能住一米或者住半米 它就裂了 你根本成不了形 无数次跌倒 无数次爬起来 中国的新型材料工业 在跌撞中成长壮大 谢延翠所在的工厂 是新中国第一家铝美合金加工基地 1956年在哈尔滨建起的这家工厂 专门生产高端铝美合金 上至银状卫星 下至锅碗瓢盆 什么都有 远合金纯铝 都是民用的 硬合金大部分是军用的 用高端铝材的那些工厂 都得停摆 飞机制造 导弹制造 燃制能 还有兵器工业部的炮弹 它都用铝材呀 1952年来到这家工厂时 李满良22岁 是新中国最早培养的大学生 这位91岁的老人 当年曾牵手炸制过 第一颗原子弹的铝合金管 看着是简单 实际是很复杂的 合金符合要求的铝合金 还得把锄气 锄气还得锄气 合金成佛的合格 今儿厉害得小 有气而不行 那也是很复杂的 一个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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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复杂 为什么要半连续铝合金 第一张大尺寸硬合金铝板 第一根铝棒 给新中国最早的飞机 导弹 卫星 运载火箭 提供了氢合金材料 这部挑战不可能的镜头 也延续到了谢岩翠身上 第一张大尺导弹 第一张大尺导弹 历时七年尝试了数百种配方 谢岩翠和他的团队 终于研制出大飞机 C919的机翼合金材料 当C919在万里蓝天 翱翔的时候 谢岩翠心里是踏实的 他相信自己耗费七年心血的作品 一定能托取起国产大飞机的飞天梦想 航空工业历来都是一个 国家工业实力的综合体现 一架飞机集中了设计 材料 机械 电子等 众多领域的力量 中国航空工业的争容岁月 同样也是一场逆风而行 追求卓越的汤飞 江西南昌 航空工业红都 在瑶湖机场的停机坪上 一架飞机已经在这里 静静停放了六十多年 这是新中国自己制造的 第一架飞机 出轿舞 当时都是来学习的时候 叫红轿舞的 他现在就是出轿舞 他不是为我们这里的 不是为东西 当年红都厂研制第一架飞机的团队 今天又聚在一起 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也已经八十五岁 当年他们曾经是前工车工 而九十二岁的雍正球 那是担任了出轿舞的设计师 早在建国之初 中国人就决定制造自己的飞机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就在南昌 这个八角停式的厂房里 建立了红都机械厂 建厂之初 三千多名技术人员来自全国各行各业 但他们连飞机的样子都没有见过 更不要说造飞机了 只能先学着修理从朝鲜战场运回来的损坏的飞机 两年时间 红都自己制造了大批零部件 修理了一百六十二架飞机 一九五四年四月一日开始自己生产飞机 当时我们整出一个担子来 有一百二十个问题 一百二十个腰肉 所以一定要造起来 制造机翼 没有专门的机床 用的是错刀 起落架收放 贴合面达不到要求 只能用土办法解决 一九五四年七月三日 初教武首次试飞成功 从资料来场到试飞成功 只用了一百三十三天 初教机是中国现在每个飞行员都要飞的飞机 就都得要上初教机去训练 今天从宏都出厂 即将交付的是新一代双发高级教练机 L-15猎鹰 这架教练机战训一体 受到国际市场青睐 七十年过去 从教练机到尖机机 从运输机到预警机 走出了中国自主研制的道路 中国航空工业距滴成海 云越万里 今天这两个花 我放松还有热机 我放松了 我们正在这一集 幸远是中间古人的 我仍能比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越复杂它越适合去挤压 高吨位紧压机也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制造能力的标志性装备 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拥有这样的重型装备 雷炳旺他也曾经尝试着引进国外技术 但是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但是他们给你一个回答 就是说他们那个公司能够持续这100年 就是说他的核心技术是不愿意买的 核心技术买不来 2004年雷炳旺他们下定决心自己研制 可当时中国的高端制造比世界先进水平至少落后20年 完全靠自主研发谈何容易 传统结构压机的一根立柱的重量就超过100吨 而四根这样的柱子才能承受住36000吨的力量 他们联合20多家院校企业的技术专家们协同攻关 三年艰辛研发 2009年7月13日 这台重型挤压机热调式成功 挤压出第一根P92无缝钢管 当时这样一根长6米直径0.8米的P92无缝钢管 市场价要16万元一吨 可消息一经发布 国外厂商迅速降价 降到了5万元一吨 这个挤压机应该说 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项目 主要重大工程 在关键材料上应该做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 今天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但扬煤突起的背后 却有很多追赶和探索的艰辛 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 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船东风号就诞生在这里 1959年 刚刚中学毕业一年的叶中福就参与了东风号的建造 虽然他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的洗窗工 但动手能力强 做出了多项重大的技术革新 当时找东风轮的技术革新是解决困难 什么毛鸡啊 头卷啊 还有主角 这个卷是踢的 在签子里面算 所以这个呢 我搞了很多个心 1960年4月15日下午3点30分 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 举行下水盛典 但鲜为人知的是 由于缺少柴油主机 东风号五年后才真正交付使用 当时船前面有毛鸡 后面有土 还有主机 当时的弯片机的主机也是我们自己造 弯片机的主机要调丝啊 对吧 因为我们第一次造弯灯了嘛 所以呢 这王部将在喷到了重重困难的 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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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五年 今天 中国已经能够研制生产世界先进的大功率船用发动机 在唐兴岛上的现代化船厂里 正在建造超大型油船 集装箱船和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正是由于先进的船舶设计和高质量的建造水平 2020年 中国赢得了全球造船市场44%的订单 摸着石头过河 这是中国特色的改革历程 也是中国工业自力更生的真实写照 陕西秦岭深处 巍峨的大山里 隐藏了一处曾经与世隔绝的航天基地 五十多年前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地面接收装置 就是在这里研制成功 1968年31岁的宋建明和几百名同事坐着闷贯火车 从成都辗转来到了这座大山里了 他们的任务就是研制东方红卫星的雷达和地面接收天线 当时的秘密全部搬过去 自己剩下的问题 以后再慢慢来解决 当年的珍贵影像 记录了航天人在简陋的条件下 对太空探索的蹒跚起步 当时中央对第一颗卫星提出的目标是 上得去 抓得住 看得着 听得见 而宋建明就是负责听得见 这个卫星很简单 就是东方卫星 没有其他的东西 能够穿在地面就是东方卫星 如果你听不到 那么说明这个卫星不成功 就是没时间 才能自己想办法 这是东方红一号卫星 地面接收天线的微缩板 真正的天线一架就重达170公斤 宋建明他们当年用三个月时间 感知了三架地面接收天线 分别放置在海南岛 湖南星化 和北京广播局 接收来自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信号 牵动 电火 电火 1970年4月24日 东方红从遥远的外太空传来 宋建明就在北京广播局的卫星天线下 焦急等待 他们要保证这首激动人心的乐曲 通过广播 传到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 很多人都说 星载原子中是北斗导航卫星的心脏 确实是 依靠自己的力量 一代代航天人继续前进 那么让我们的原子中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贺玉玲 航天武院西安分院 如中产品首席专家 让北斗三号卫星提升导航精度的心脏 就是他带给大家研制 眼前这个看似并不起眼的金属盒子 就是北斗导航卫星的心脏 如原子中 它的每一次跳动 都决定着北斗导航卫星的定位 测速和受食功能的精度 咱们北斗三号的受食精度是在十纳秒 十纳秒 那么我们才能保证地面的定位精度 是三米 那么十纳秒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十纳秒就是说 我们在一个标准足球场上 放一粒小米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量级 贺玉玲正在和团队 给刚刚下线的如原子中 做漂移率的检测 2004年 她刚工作的时候 很多卫星元器件都依赖进口 想买也买不到 这是常有的事 他们知道 即便条件再简陋 甚至科研设备少之又少 中国的北斗 只有自力更生这一条路 我们每一个元器件 我们每一种材料 甚至我们里面用到的胶 我们用到的线缆 所以这对我们整个的这个 国家的这个工业水平的要求 也是比较高的 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西安分院 这个自动化的车间里 小到不组建 大到分系统 卫星上的有效载荷 都实现了国产制造 五十年 中国成功实施了三百多次发射任务 不但有卫星 还有深空探测器 载人空间站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成就着中国航天的黄金时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收藏爱好者们珍藏的这些 粮票 布票 油票 肉票 曾是一代人的记忆 他们记录着物资短缺时代里的生活情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 中国开始与世界对话 但面对全球迅猛发展的科技和工业化浪潮 追赶需要几代人几十年的奔跑 对每一位奋斗者来说 如何加快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 变得切实而紧迫 九十二岁的公伦星 今天要回自己亲手组建的化仙厂去看看 他拿出了珍藏了三十年的工作服 依然崭新如初 洗了液它比较远堂的 很清泡泡的 很漂亮的 所以生活就几下来的 除了很凉少 洗了液它也不会醉 所以就几下来 这就是四十多年前 曾封密全国的笔雀梁 因为挺阔耐穿且免烫 深受大家青睐 曾经一步难求 1954年到1978年 中国人口净增3.5亿 吃饭穿衣都要靠土地种出来 有限的耕地不能满足人民 吃饭穿衣的需要 况且以粮为钢 棉布与粮争地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中国考虑通过发展石油化工化仙 来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 大人都一说话起 让它问了我的心底 留下一道专心 我是四十八十 还是比较易见的 来报到以后嘛 这里什么都没有 楼内也没有这样样的功能 1978年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油菜花盛开的时节 功伦兴奉命筹建宜征化仙厂 目标是要为全国人民 每人每年提供两件新衣服 筹建非常艰难 非常艰难 四十亿人民币建厂 四十多年前 这种独特的投资建设方式 当时被称之为宜征模式 一期工程每天仅债务利息就32万元 这相当于一万多名员工一个月的工资 但压力也是动力 宜征人冒足了劲 奋力拼搏 一场直中代表 手盆切片标本 排着大红烫金的细胞 一征化仙 1984年正式建成投产的第一条锯纸生产线 至今还在运行当中 到1990年 这里已经可以年产五十万吨化仙和化仙原料 能给全国人民每人每年提供五米布料 做一套的确凉衣服 真正实现了当初的目标 去年我们有一套新的 二十万吨的短纤装子投产了 以后也请您到县上去看 好 我可以高级 我可以高级 好 来 谢谢 谢谢 迪伦短纤维的新装置刚刚投产成功 这里的短纤维年产能突破一百万吨 我们要为美好生活天才 我们要确定新的目标 要确定新的使命 我们下部就是在材料 在高性能纤维方面 要加快发展 夜幕降临 一座华美璀璨的不夜城 矗立在东海之冰 这里就是镇海炼化 全国最大的原油加工企业 这些二十多层高的炼塔与油罐 密密麻麻 徐徐铺展在海边 通过这些管道 乌黑的原油被炼制成汽油柴油和乙烯对二甲本 而这些与我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 地区量也好 地论也好 有个产品叫对二甲本 大量是依靠进口的 经历两代人的努力 对二甲本这个国产化公关的工作才完成 上世纪八十年代 这里还只是一片严谨荒滩 1988年 镇海炼化率先开展国外原油来料加工业务 开启了国内加工进口原油的仙河 来自中东的油轮分支塌来 仙河有二百种原油从这里上岸 每天六万吨原油在这里加工炼化 中国石化工业奋力追赶 改写着世界化鲜工业的版图 应该说石油化工的发展 就是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穿衣 曾经的国民时尚的确凉 如今已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而中国的化鲜产量也已经世界第一 不仅解决了十四亿人口的穿衣问题 还出口到全世界 改革开放 渴望变化的中国打开国门 向发达国家学习 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 补上中国工业的短板 上海汽车博物馆 珍藏着第一辆国产的桑塔纳汽车 这台三十八年前生产出来的汽车 今天看起来造型依旧帅气 现在这辆的是我们 1983年的时候 引进的时候上海造的第一辆桑塔纳 可以啊 你进去看看 好 走 年近七十的周慧忠 是上海大众的老工人 他曾参与了第一辆桑塔纳的组装 但是当时也不是上海 就是核子的 外国品牌车子 但是我就去了 零件都是从国外运过来的 当时叫西开地 全部进口的零件 好东西你看也没看到过 什么东西不知道 什么东西 这就是 东西 有些techn好东西 就是 里面 店 中国引进一条生产线 七色生产线 上期的总装车间 周慧忠在这间厂房里曾经工作过40年 中国引进的第一条桑塔纳组装线 就建在这里 周慧忠至今还保留着1983年 第一台组装桑塔纳下线时的照片 引进技术 加速发展 中国汽车工业的全新格局 由此打开 今天的上汽临港 国内最现代化的整车生产基地之一 平均76秒就有一辆整车从这里下线 全球每三辆汽车中就有一辆产次中国 而随着桑塔纳的引进 奋力前行的还有整个汽车工艺 这里是上海的一家汽车内饰厂 正在生产的方向盘就超过了100种 而当初他们就是从给桑塔纳做方向盘开始的 第一辆车我们做的是桑塔纳 现代的工艺那时候还没有 所以那时候完整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手工作坊 一件一件单件生产出来的 陆凯至今都记得1986年 他们给桑塔纳生产第一批方向盘式的尴尬 在德国大众的质检标准里 仅方向盘的测试指标就有100多项 而中国的测试指标只有6项 他们上百次反复改进 才终于获得了德国质检方的认可 抓住了改革开放 也可以说是自己的努力 加上中国巨大的市场的潜能 这样的挖掘造就了颜分的景点 今天从喇叭到座椅 凡是汽车里需要的内饰 在这里都能找到 全球知名的汽车品牌 都已是他们的客户 引进一个车型 改造一个行业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实际成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是中国工业的奋起时代 鼓励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政策 激发着更多人的创业热情 这个是特围 要把它均衡的 大家都得均衡的 有些地方可能要增加机器人 有些地方可能加快它的这个节奏 还怎么样 否则停在那里的地方 这就浪费嘛 这里是浙江泰州的吉利汽车生产线 机械手正在根据车型更换焊枪 这条智能生产线 可以同时生产两种不同的车型 从设计到工程到生产 还有整个供应链 我们通过这几十年的建设 供应链也变得非常强大 这是年轻时候的李叔福 从给人照相干个体户 到造冰箱 造摩托车 每一次他都敢于去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97年李叔福萌生了造车梦 那时候汽车产业 还没有对民营资本放开 我是认认真真研究世界上 全国以来一系列的政策方程 你就研究这些政策方程 没有说不能突破 不能创新 不能搞汽车的 突破当年就是从这间厂房开始的 2001年12月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第三天 国家给李叔福发出 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 汽车生产制造销售许可证 这个整路对我来讲 就是说 这个制造汽车的梦想 真正的插上了 陈飞的翅膀 开始可以走向世界了 造出让老百姓买得起的汽车 李叔福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梦想 2010年 只有13岁的吉利 并购有82年历史的沃尔沃 曾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这桩被誉为农村青年赢取电影明星的跨国并购 不仅帮助沃尔沃扭亏为营 更成为中国汽车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代表 作为吉利来讲 一开始我们从小作坊开始 一点一点的发展成大 还真是没有想到今天这样的情况 只是说 一年有没有可能 生产几十万辆汽车 一百万辆汽车觉得就非常多了 但现在我们不是 现在我们几百万辆 两百万辆已经实现了 上海海峰汽车码头 四百辆国产品牌的汽车 整装待发 即将运往比利时 从2009年开始 中国已经连续12年 成为全球汽车产销第一大国 从合资经营 到打响自主品牌 中国汽车正在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释放的活力 哪里有市场 哪里就有产业布局 而电视是中国家电产业 最早的赶超故事 广东惠州的这座旧厂房 是TCL积累第一桶金的地方 他们把这里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记录当年奋斗的青春岁月 第一步无神电话 第一台大屏幕彩电 都诞生在这里 在80年代是短缺经济 那个时候成长出 一大批的企业 这些企业成功的要素 就是要感为人先 商品的短缺 给感为人先的企业提供了机遇 今天惠州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 电视生产基地之一 每天这里可以生产六万台电视 上世纪80年代初 彩电是几个俏货 当时中国家庭的电视补给率 还不到百分之一 日本彩电曾占据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1992年 从惠州起步 这家中国企业进军彩电 仅仅几年 他们的彩电就做到了家喻户晓 而到1998年 中国的彩电产量 也已经位居世界首位 但是彩电产量第一 也仅仅是赶超的开始 当液晶显示屏迅速取代 传统的真空管电视 液晶显示技术的主动权 却牢牢掌握在国外企业的手里 要想打破产业链的魔咒 唯有奋发图滞 想上游靠近 这里是全球第二大电视面板生产基地 每个月投产的玻璃基板 超过16万片 11年前 在液晶显示屏上的布局 曾备受争议 今天终于有所收获 就像李东生自己说的 他就是一位 永远不知疲倦的追赶者 而这恰恰也是中国工业 迅速成长的秘密 这个过程 企业能够快速成长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改革开放带来的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机会 2020年 中国的液晶面板产量 已经占到全球产量的一半 中国企业不甘心 只坐在别人身后的追随者 几十年奋起追赶 抓住机遇 只争朝夕 从培育到壮大 中国在工业领域的超越 从没有一蹴而就 杭州临安青山湖畔 航养的制造基地里 总工程师韩一松 正加紧分析现场反馈的数据 为新一套空分设备的试车做准备 但是我们对一个产品的精细化程度 不能有差 空分设备被称为现代工业之费 是冶金、化肥、煤化工等行业的重要装置 空分装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 就跟航空母舰一样 它不是一个机 它是一群机 所以它对应的有很多配套的布机和技术 这像一皮皮布一样的波纹状金属片 就是换热器上的赤片 它们是空分设备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铝制赤片组合成的换热器 耐压等级能达到130公斤 目前全球能生产同类产品的公司只有两家 这是1979年在航养大食堂门口拍摄的一张照片 工人们正在围观的是一台滚压赤片冲孔机 当时航养的技术人员在一本国外杂志上 偶然发现了滚压赤片的文章 但一无技术资料 二无设备 大家只能自己动手研制 几何形状赤片 小面积脱汗时又发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航养的工人设计出一种专用冲床 最终冲斥出质量稳定的赤片 在七八年 德国的一家著名的公司 到航养来调研的时候 就发现航养这个板磁是换了起的这个刺片 做得非常出色 所以在1979年4月份 当时他们就提出来要采购航养的刺片 加工机床 包括一层套技术资料 1979年11月4日的人民日报 刊登了航养向德国林德公司 出口赤片冲床的报道 今天 中国一个月出口海外的机电产品 都超过万亿元 30万马克的出口合同微不足道 但在当时却首开中国向发达国家 出口工业装备的先河 总装车间里 出口俄罗斯的7万等级空分设备 已进入收尾阶段 工人即将进行填料安装 世界40多个国家的地区 矗立起了中国制造空分巨塔 我们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不断地追赶 到现在能跟国际的这些巨头 进跑 并跑 追赶 不停地追赶 1978年以来 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长了近60倍 前所未有的速度 破浪前行 新疆昌吉 天山北路的一座小厂 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 是特变电工的总部大楼 而33年前 这里还只是一家 濒临倒闭的街道小厂 各位老前面们 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特变市场中心 特变电工30年厂庆这天 请厂里的退休员工回家看看 好久没见 曾经的创业元老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想起当年的创业时光 潸然泪下 他们曾经一起从零起步 改变了自己和这家企业的成长轨迹 1988年春节 张鑫接到乌鲁木齐市化工厂的吊令 当时他是昌吉变压气场 唯一一名技术员 临行前 他特意去师傅家磁行 当时的昌吉变压气场入不敷出 工人们半年都没有发过工资了 我们创业之初啊 就是这个企业的 是没有固定的产品 靠一些维修小家电 你同志的杂点衣服 靠粉线摄氧油 起拍粉线机 就用了非常艰辛的这种生活 也没有订单 也没有资金 26岁的张鑫回到宿舍 彻夜未免 第二天回到厂里 他跟大伙说 不走了 大家团结起来再试一次 1988年 他们争取到了第一个订单 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生产农用灌溉电压器设备 价值34万 这给了他们走下去的信心和动力 感谢这个改革开放的好的时代 中国进入到一个全面的工业化的时代 进入21世纪 中国特高压输便电技术的进步 又给他们提供了新一轮发展机遇 今天车间里正在总装的 是西电东宋输便电设备 圆锥型炮管 与出现绝缘装置的空中对接 是总装难度最高的一步 整个过程就像飞机的空中加油 炮管要装进出现装置3.5米内 对接不允许有丝毫磕碰 33年前的街道小厂 只能生产几元前的电视机中的小机电 现在的特变电工 制造的是价值几十亿的超特高压输便电 成套设备 这不仅装备国内的西电东宋电力网络 还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改革开放 释放出中国人无尽的活力 每个人都在奔跑中享受着收获的喜悦 中国已经连续11年 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工业实现了由小到大的历史性飞跃 中国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 207个中类 666个小类 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 都能在中国找到 这是格力空调的自动化车间 862道检测工序 每年超过1000万台格力空调 从中国出口 这是联保科技的哪吒线 世界最大的PC单体工厂 每秒就有一台联想电脑下线 面向全球126个国家发布 中国工业在改革开放中崛起 资源 劳动力 成本这些比较优势 与经济全球化 产业转移 科技进步的变革 不期而遇 成就了中国工业的通飞矛进 更重要的是 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 带着一个个奋斗创业的梦想 在工业化时代 得到了充分释放 客们 你们好 马上开始检票 请到24检票口排队等候上车 早上8点半 一列高铁从北京北站出发 驶向2022年冬奥会场馆所在地 张家口 这是世界上第一列自动驾驶的高速列车 而此时距离中国修建第一条铁路 已经过去了106年 同是京章铁路 今天的高铁不仅穿越阉山山脉 还要穿越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城市地下交通系统 然而 在修建这条地下隧道两年的时间里 地上居民没有任何察觉 繁忙的地铁依然正常运行 顿购机与人工智能 大数据与工业互联网 创新技术的深度融合 赋予了传统基建更高的效能 当前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 国家提出了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我们要共同把握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机遇 让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为中国工业的创新叠变 带来无限可能 四月 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沿河谷北上 雅鲁藏部大峡谷的桃花盛开 戈荣卓马驱车一千三百公里 来到林芝 他准备通过直播的方式 带粉丝们一起 领略四月的芳妃 而此时在桃花村 达娃多吉和他的团队 正在忙着搭建 五级移动式车载基站 有有有 天线再往上深一点 深一点深一点 不好不好 咱们就被人掉的 闪花时节 在青藏高原 这个方圆不过一公里的 嘎拉村里 每天都有上千场直播在进行 而五级车载基站 能保障每一帧画面都传输流畅 以前的话呢 发视频 比方一个视频要一分钟 现在五级瓦落的话 可能要个三十秒不大 就发出去了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96.1万个五级基站 582万个四级基站 在神州大地上 每分钟就会产生 8.2亿元的移动支付 15.8万件快递被收发 每一天 中国网上的商品零售额 就多达300亿元 互联网正以最快的速度 渗透进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 信息化的力量远不止这些 在那些你看不到的地方 信息化正带动效率变革 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 引领着中国工业 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 阔步向前 这里是湖南长沙的工程机械制造基地 只有初中学历的唐工大师雷东峰 正在教学生人做金属切削 这是全球最长的必驾泵车 每小时可以喷出130立方的混凝土 罚块是蹦车的心脏 而罚块上的孔为蹦车提供动力 雷东峰之前用躺床给罚块躺孔 每一个孔都要绝对精准 误差允许范围仅在正负0.1毫米之间 刀具还切下了个金属 就凭经验 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两到三十度能看出来 凭借高超的躺孔技术 二十年前雷东峰就已经是全厂工资最高的工人 然而今天雷东峰发现 只教学生用好躺床已经远远不够了 这里是三一重工的十八号厂房 曾经也是雷东峰躺孔的车间 今天的十八号厂房让雷东峰感到陌生 高大的棕榈树 潺潺的流水 一名工人站在电脑前 他是这条自动化生产现场的指挥官 他启动了十八号厂房里的聪明大脑MES 生产过程执行管理系统 这是十八号厂房智能制造的核心 下达指令后 厂房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就会行动起来 他们立即前往立体仓库取货 再把零配件运送到相应的工位 不同形状的钢板被运进厂房 激光定位扫描钢板形状大小 通过强大的数据库图测比对 可以迅速运算出钢板在厂房里的运行轨迹 清楚地知道几点几分 把哪块钢板送到哪一个工位 哪一个车床进行自动加工打磨 说我们的纯粹的操作功能 是在不断地下降的 但是我们的技能性的人才 工程师这块是不断地上升的 十八号厂房里 上百台机器人协同作战 五百多名工人已经实现了 由机器的操作者 向机器看护者和研究者的转型 一九九九年 这里一个月只能生产几台泵车 而现在的十八号厂房 每四十五分钟就下线一台蹦车 翻行在各个工序之间的吊装 早已不复存在 智慧感知 万物互联 十八号厂房生产效率变革的故事 正在中国的各大工厂里上演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中国走出了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宁夏延迟正在建设一个 有八十七台风机的风厂 毛无数沙漠的腹地风力强劲 这里的风速瞬间就能达到七级 安装工程师李战虎 要赶在烧纵即逝的窗口机 加紧安装 这是专门为风机吊装研制的 一千六百吨起重机 长二十六点六米 自重两百吨 臂架可升至一百四十米的高空 李战虎已经有二十年风机安装经验 推出六节臂架 这队能发出两千吨推力的便服油缸 支撑着臂架完成高空的精准作用 五节塔桶顺利吊装 快速 平稳 精准 接下来 李战虎要将一百三十八吨的风机机舱 吊至一百一十米的高空进行拼接组装 突然 起重机报警了 李师傅 李师傅 高空吊装 现场地势的平整度非常重要 可沙漠里凹凸不平 安装地点的水平线比预计的高出了一米 机舱无法在高空中与塔桶顺利连接 而此时 远在一千二百公里外的徐州 大屏幕里实时显示着六十八万台工程机械设备的运转状态 宁夏这台一千六百吨起重机发出的报警 迅速引起了工程师李戈的注意 因为风机的正常情况下 它这个高度都是统一的 可能是当地甲方或施工方的一些制造误差 或者是当时它那个机座重新加固 加固完以后呢 整体比原来那个参数要高的一米左右 此时 5G网络已经将这台起重机的现场运行数据回传到徐州 李戈根据现场最新数据 迅速计算出当前币价承受的复合承载 将起重地的延伸程参数 从原来的八十点八米修改为八十一点八米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明夏这台1600吨轮式起重机的 币价延伸高度数据就更新完毕 趁着风和日丽 李战虎又重新开始了调装 新一代信息化技术正带动生产方式的变革 这里是徐州 1600吨起重机诞生的地方 每天会有100台起重机从这里下线 也是曾经的八路军路南第八兵工厂 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台汽车起重机 很难想象 21世纪之前 中国在全地面起重机领域 还是一片空白 工程师李戈一家三代人都在徐工 他们共同见证了中国起重机的发展 他的父亲李宗九曾参与了中国第一台机械五吨起重机的研制 我最自豪的就是从五吨到五十吨 毕竟实验上鉴定 鉴定 好扯 可靠性实验 都是我采与 李戈的父亲珍藏着十几本泛黄的笔记 密密码码写满了三十年前 调试五吨起重机的各种解决方案 从五吨到一千六百吨 再到如今的四千吨 中国工程机械装备的质量 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2020年全球工程机械十强排行榜中 中国有三家企业上榜 而在十三年前还看不到中国企业的身影 起重机的跨越 全靠强大的液压系统 在加工液压油缸上 徐工的工程师们掌握了自己的独门绝技 这台拉拔钢管长十八米 亚洲第一的冷拔机 和这些强度韧度兼具的钢材 都是徐工的工程师们专门研制的 突破了过去糖孔加工方式 长十二米厚二十七毫米的钢管 被送入风味 冷拔开始 加压拉拔一气呵成 组装好的液压油缸 被送进测试车间 一只盛满水的杯子 将直观呈现油缸的运行状况 启动 运行 停止 杯子里的水轻微晃动 但并没有洒出来 经过这些极限数值的检测 验证了这根油缸 具备世界一流的微动性能 中国工业正从粗放型发展模式 向创新驱动转变 不再以低成本 大批量 和简单制造来赢得市场 而是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端制造者 这是一场五轴机床的舞蹈 两个摆动轴在数控系统控制下 实现五轴联动 画出优美的曲线 包蓬超是这场舞蹈的导演 都说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为了这场五轴机床的舞蹈 济南二机床下的功夫 绝不止十年 机床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础工业 没有机床 我们可能会回到农业社会 制造机器的机器 在山东济南 提到济二红 大家都知道 这说的就是济南第二机床厂 红色的砖墙 缠点着这家工厂悠久的历史 就在这间厂房里 曾经生产出中国第一台大型龙门包装 然而 当世界的机床进入数控时代 中国人的追赶脚步异常艰辛 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是 第七十一台五轴数控机床 十二小时后 客户就要来验收 工程师们正在对这台机床 做最后的测试 现在能试试吧 看看这经家工的情况 可以 现在马上就必须 一台五轴数控机床 零件有近三万个 其中最核心的 就是切割金属用的双百角数控万能洗头 曾经二十年前 这样的数控万能洗头 只能从国外进口 2002年 济南二七床开始自主研发 双百角数控万能洗头 但他们发现 洗头做出来容易 突破转速却很难 转速一快 主轴因为摩擦 温度也随之升高 转速怎么也突破不了三千转 直到有一天 包棚超听朋友说起 乘坐磁悬浮列车的经历 悬而不离的列车 这让包棚超眼前一亮 他决定一试 打开通风装置 内部有气泡冒出 羽毛也随风飘动 原来他们引入了压缩气体 让密封圈与主轴之间 形成气体保护膜 减少摩擦 转速轻松突破了五千转 实际上在技术上 有时候虽说是一层窗户子 但是你要想突破 也是比较难的 十二小时过去了 这台机床迎来客户的验收时刻 打磨一个厚度十毫米 具有S型曲面的金属键 只有达到0.12毫米轮廓度 才可以合格出场 与其说是幸运的眷顾 不如说是厚积薄发的回馈 配备国产五周投的机床 已经广泛应用在各个行业之中 只有掌握核心技术 才能推动中国工业 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 这里是山东围方港口 工程师正在进行一项商用重塔柴油内燃机油耗的测试 师傅 挂十一档 车度六四五 这辆标准载重三十吨的重塔 配备了最新研制的热效率高达百分之五十的柴油内燃机 在第十一档下 分别用不同速度跑三公里 计算出等速油耗 柳长鼎焦急等待着测试结果 我把今天路发你了 然后看看把它抖进来吧 结果出来了 在这台配备了百分之五十热效率内燃机的重塔上 柴油的消耗量降低了百分之八 自从1897年世界第一台柴油机诞生以来 全球各大公司在热效率提升上的进程十分缓慢 一百多年时间 热效率才从百分之二十六提升到百分之四十六 工程师们要破解的都是世界级难题 因此有人说 维柴将柴油发动机的热效率提升到百分之五十 可以算是新一代的柴油发动机了 而突破这一项难题的工程师们 竟是眼前的这群年轻人 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二岁 因为五零代这个内燃机行业它就相当于到山 你一直隔着很多人去 去网上探究更高这个热效率的一个梦想 其实每个内燃机做内燃机的其实都想参与这个项目 柴油发动机的总装车间里 正在生产的就是百分之五十热效率柴油机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维柴就肩负着研发柴油发动机的使命 随着百分之五十热效率柴油机的量产 突破极限的动力变革 将书写全球内燃机的产业新格局 作为现代工业领域的后来者 中国工业自主创新稳步升级 更多的工业产品在一代代人手中完成创新叠变 中国高铁已经成为闪耀世界的国家名片 而与高铁相媲美一种更快速更经济的交通工具 正在成为全球新的竞争高地 这就是高速磁悬浮列车 2020年6月21日 我国狩猎时速600公里 高速磁悬浮试验样车 试跑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国狩猎时速 从6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来说 影响将是巨大的 工人们正在安装的是狩猎工程样车 未来它将以每小时600公里的速度奔驰 历经五年 数次更改确定了今天的方案 那么到这个阶段 我全尺寸的空气动力学的仿真 然后要进行优化 这个600公里磁悬浮的外形设计的最终产品 它的各项空气动力学的性能 经过风度写写写写写写试验都非常好 新型磁悬浮技术的重大创新日渐成熟 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了轨道交通装备的先进制造集群 抓住全球产业转型的机遇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也在发生新一轮的变革 一桩桩矗立的大楼组成了一片钢鱼铁的森林 深圳从小渔村成长起来的城市 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如今也是科技创新的热土 各种新兴的工业门类正在孕育成长 我是最受欢迎的机器人 阿尔法 我才是最受欢迎的机器人 悟空 不服就比一比 看我大狂展翅 周剑就是这些机器人的主人 他正在研发更接近人类行为的大型机器人 从小就喜欢看机器人的电影 周剑一直梦想着 要把科幻电影中的机器人变成现实 男孩子嘛 可能小时候对汽车和机器人那种机械化的东西都比较感兴趣 当时在08、09年突然就想着 说能不能把小时候喜欢的一个产品就是做出来 目前全球能研制这种大型双组访人的智能机器人公司 为数并不多 人形机器人是工业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周剑走上了一条看不到现实利益的孤独之路 甚至为此卖掉了深圳的三套房 大概卖到2013年的时候实在是没有东西可卖 当时银行业比较拒绝和我们再打交道 其实我们很难再从其他渠道去得到更多资金的支持 那个时候对融资也不是太懂 并不太理解如何去做一个商业企划书去跟投资者谈 那就开始卖房卖车去不断地做下去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就是Walker人形机器人 这是周剑和他的团队研发的第三代人形机器人 要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直立行走 就要给他安装智能驱动关节 目前这款Walker的话全身有39个自由度 机器人的每一个关节方向的运动 我们就叫做一个自由度 比方说这个腿部 它的宽部有三个方向可以运动 我们叫做三个自由度 膝盖一个 脚踝有两个方向可以运动 所以一条腿的话叫做就有六个自由度 实验室里 工程师们正在测试四伏驱动器的功率 为了让Walker走得又快又稳 首先要做的是给机器人减重 39个自由度对应的是39个四伏驱动器 它们就是机器人的关节 这些重量占到了机器人体重的30% 所以要给机器人瘦身 首先要减轻四伏驱动器的重量 要体积要小 重量要轻 这是我们一代一代四伏驱动器迭代的一个方向 现在看到的第三代Walker身高一米四 体重减到了70公斤 它的行走速度最快已经可以达到每小时2.5公里 接近人类行走的速度 Walker拿起桌上的饮料 这些动作看似简单 却考验一个机器人的手眼协调能力 七个自由度的机械臂已经是对人类手臂的真实还原 而让周建自豪的是 机器人上的每一个四伏驱动器都是他们自己研制的 不到10年 Walker机器人不断升级 而且还刚刚推出了能跑起来的新一代机器人 而这也得益于深圳以及周边的珠三角地区 已经形成了一条完备的产业链 在开放创新融合的产业生态中 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制造基础 中国正在推动制造业从大到强的转变 以创新为根本动力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 我和我的祖国 你可也不能分合 我走到哪里 都留住一首三歌 我歌唱每一座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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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人类工业发展的进程 在机械化 电气化和信息化的 三次工业革命后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 形成新的生产方式 产业形态 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 动力变革与信息技术迭达 组成了推动工业浪潮滚滚向前的 两个最重要的车轮 与互联网 互联网 移动通讯 云计算 人工智能的风云气会 又将把中国工业引领到怎样的新境界 我们所看到的还只是梦想的起点 我们将迎接的是值得畅想的未来 2021年6月23日 中国空间站里 三位航天员的吃播火了 他们边吃苹果边工作的镜头 又萌又科幻 这些新鲜的水果蔬菜 都是天舟二号运到中国空间站 而惬意的太空生活折射出来的 是中国制造的综合实力 通往制造强国的路 永远离不开梦想和拼搏 国家要在2035年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我们正行进在逐梦的路上 更多指向未来的努力 正在继续前行 征途慢慢 唯有奋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5年 其实我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 要不要放弃东莞的工作 到宁德去 内心非常忐忑 宁德 去还是不去 郁洪刚画了一个矩阵图表 逐项打分 用理工男的方式做了决定 郁洪刚才 这就是宁德 虽然只是福建的山海小城 但在这里 郁洪刚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活力 仅仅八年的时间 从全国各地聚集了数万名像他一样的人才 吸引他们而来的 就是当今最火热的新能源产业 郁洪刚来到宁德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负责储能长寿命 米离子电池项目的技术研发 刚才也是出生牛都不怕虎 就是觉得年轻嘛 只要是有新东西 我们就可以去挑战 新能源技术 是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突破口 中国正走在加速发展的道路上 实验室里 郁洪刚和他的团队 正在将充满锂离子的电芯阳极集片 放在绝热环境下 进行热稳定性测试 常规锂离子电池的寿命 只有三千到六千个循环 而他们将电池寿命延长到一万两千次循环 实现了全生命周期 阳极锂离子补偿技术 在储能领域的工业化应用 好 我们这个循环数据 好像没有达到我们这个预期 我们摸着石头过后 一次次就是遇到各种挑战 通过这种碰撞 一次次去分解 然后去解决掉 接下来看一下 历经四年 长寿命电池储能项目成功落地 取得六十余项专利 把这种技术拓展应用到电动汽车领域 开发出的锂离子电池寿命 能达到十六年 总续航里程可以超过二百万公里 这条全自动电池生产线 是宁德时代自主研发的 每一点七秒 就有一块锂离子电池从这里下线 二十四小时不停 依然供不应求 2020年 全世界每销售四辆电动汽车 就有一辆搭载着产自这里的动力心脏 这座在贪图上迅速兴起的锂店小镇 正成为全球瞩目的新能源产业聚集地 八大国家也在开始大力推行新能源的技术 那么他们本身有优秀的研发的氛围和先进的工业基础 那么他们这种分析值的话也倒比我们更加的努力 不断地去实现下一个突破 从材料到应用 汽车正迎来新一轮的产业革命 在突破新能源电池动力瓶颈的同时 智能驾驶和智能网联 同样也是全球汽车业竞相发展的黄金赛道 吸引着更多的人前来逐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六年前我们在宁夏的一家铸造厂拍下的画面 粉尘 噪音 污染严重 而时隔六年再来到这里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3D打印基地 他们正在颠覆着传统意义的铸造生产 车间班组长王建刚最喜欢上班的时候穿一双白球鞋 这在几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这个智能车间 三名工人管理着14台3D打印机 这些打印机24小时作业 王建刚早上第一件事 就是取出打印好的竖控机床部件杀刑 就像从烤箱里取出刚刚烤好的糕点 彭凡现在要去实验室 测试他们最新研制的树枝材料和控制软件 在脏乱差的铸造厂干了三十多年 他立志要做铸造产业的颠覆者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找寻一种生产方式 或者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去改变 我也是在这样一种梦想的驱使下 所以在不断地去探索怎么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总装车间里 一台铸造纱形3D打印设备 正在进行框架总体调装 用它可以打印一个三吨重的成年非洲大象模型 六年前 彭凡带着大家 我的子女结合还会干这个行业吗 没有人就会举手 说我会把孩子去干铸造 可是这个行业又不可能淘汰 所有的装备制造的零部件 设备当中的零部件 它重量40%到60%都是住建 换句话来说 离了这个铸造 我们不可能有装备制造这个产业 所以唯有要改变这种生产方式 才会有人干 目前 中国有两万六千多家铸造企业 3D打印和人工智能颠覆的 不仅仅是一两家工厂 而是整个行业 彭凡仍然奔走在逐梦的路上 让曾经需要汗水和体力的生产充满智慧 这是中国制造迈向高端的必然路径 各种创新的尝试中 很多传统产业触摸到了世界最新的潮流 阎文九从部队退伍回乡后 迷上了玩无人机 没想到这份爱好开启了他的事业 田间地头成了他新的战场 他能让我真正的把爱好当成了职业 得到了家里的支持 得到了朋友的认可 爱好车 爱好车 爱好车一单而已 是后可以实施作业 可以可以 好的 收拾 感谢好车 太好了 我感谢好车 因为我感谢好车 你 就会带到你 就会带到你 一走 来 我感谢好车 每天有200架飞机在同时作业 一天就能完成十万亩的职保任务 过去这需要上千人花十天时间 我们有科技 有机械 有更年轻的力量 可以做更大的事情 研究更多的科技来服务三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是新的农业的创新革命 今天 这款农业无人车 能根据不同农事需求 设置不同的作业模式 在智能控制下 无人化精准作业 成为农田里的变形金刚 科技进步 推动着传统农业 向现代化农业跨越 与此同时 信息化 智能化的生产方式 向各个领域加速融合 重新改写着发展的光谱 感谢观看 判测这个光的信号 刘伟平所在的公司 要基于自主研发的数字光导探测器技术 制造一台2米的PET-CT 实现全身信号一次覆盖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它的难度你可以认为 就是10倍的部件数量 然后40倍的灵敏度的提升 我们大概分析一下 有100倍的一个计算量的提升 感谢观看 这是第一台能够实时动态监测 药物在人体全身代谢分布的高端医疗设备 被称为人体哈勃望远镜 好 慢一点 OK了 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捕捉到 以那么高时间精度做的一个动态的图像 整一个过程像一个电影一样 非常好的呈现在 我们每一个工程师的面前 当时还是非常兴奋的 所有人都很激动 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没有过的 这里面就是体现了中国的制造 不但是中国制造 而且是中国创新在里面的一个高端的产品 上海中山医院 世界首台两米PATCT系统 已经开始为患者服务 一分钟就能完成一次全身PAT扫描 它不仅让医生实现对重症患者的精准诊疗 也给新药研发等一系列领域 打开无限可能的大门 行走在科技创新的前沿 宛如行走在没有路的无人区 只有对未知世界的大胆探索 才可能实现从零到一的跨越 39岁的时候潘可飞回国创业 落户苏州工业园 他要做导电新材料 刘伟平培育晶体 而潘可飞培育的是银离子 这个就是我们做纳米银线的原材料 它已经是一个银盐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工序就是要把它 把银盐还原成银金属 这些顺水游动的银白色线条 就是潘可飞团队自主培育的纳米银线 这个材料有点像女孩子的头发尺 又长但又细 它实际的直径是头发尺的万分之一 所以大概只有20纳米左右 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10万倍 我们看到的纳米银线 像线团一样交叉纵横 它的长度是直径的1000倍 2015年 他们用自己传的机器 自己设计的卷对卷徒步工艺 终于生产出纳米银导电膜 钢铁水游是传统工业的重要基础 新材料就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石 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征途上 材料创新正在推动着高质量发展的脚步 这是一间不开灯的工厂 没有人头传动的产线工人 只有闪烁不停的信号灯提醒我们 生产线正在热火朝天的运转 24小时不停 一天能产出数千台智能手机 而产线上的这款智能手机 搭载了中国工程师自行研制的芯片 2019年 在北京清河的这栋大厦里 佐昆隆博士带领了一个上百人的团队 开始了芯片的研发 他们第一个目标是研发一款手机的图像处理芯片 如果是我们不投入制造 不投入这个芯片设计 那么以后我们面临的 就是我们可能掌握不了这个数字 然后再去对比 对比后再去调试参数 这样的一个循环反复的这个过程 然后去提升我们拍照的这种效果 2021年3月30日 这颗取名为澎湃的芯片 终于公开亮相 虽然这不过是一颗辅助用的影像芯片 但也足以让人心潮澎湃 我们下一代芯片其实在这个方面也有比较多的提升 小小的影像芯片只不过是起点 放眼整个芯片领域仍然任重而道远 我们还是要以这个为起点 然后重新出发 回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手机的核心的这种心脏期间 SoC芯片的这种设计制造能够去 物联网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芯片技术的大范围开放式应用 万物互联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距离北京四百多公里 乌兰茶部茶佑后期 今天智能工程师们要在这里 对改造后的房车进行实地测试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环境去测试呢 是这里的天气多变 这里恶劣的天气会不会对我们的设备联动造成影响 验证通过 欢迎回家 打开加湿器和芯片 加湿器和芯片 我这种女士 Should be 主持人的天气 这种事不够 我看你这种设备 你这种事不够 我看你这种什么事 我看你 我看这种事不够 我看你这种事不毛 我看你这种事不合理 我看你这种事不合理 我看你的眼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功着陆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 当它在火星上第一次留下中国足迹 不仅标志着中国人的航天梦 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也再次展现出中国工业的强大综合实力 而此时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系统总师孙泽舟和他的团队仍然坚守在岗位上 我们地面把要做的工作的目标通过指令上租到火星车上去 火星车就完成指令目标的工作 它再把它完成的结果传到地面下来 火星探测是中国迈向升空的第一步 中国航天逐越追星 步从未停歇 未来还将开展载人登运 并准备去探测远在7.8亿公里以外的木星 火星呢几个月可以到达 未来的这个木星呢要几年到达 甚至更远的会时间更远 反正这些年轻人呢 我觉得他们会更好地担当起 后续我们这个升空的这种发展的这样一个 一个担子和这种责任起来 定义未来的永远是人 从星际探测到智能制造 新型材料绿色能源 还有更多从未抵达的远方 召唤这些年轻人展开想象 付出努力 回望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历经百年奋斗 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 向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跨越 一个现代中国 在历史的翻转与超越中踏浪而来 用历史映照现实 远观未来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坚定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助劳强国基石 在这边